老将黄忠 最讨厌一个字 那就是老 谁要说他老啊 就比骂他八辈祖宗 他还不爱听呢 可是魏延魏文长 非得这么讲啊 黄劳将军 你岁数太大了 须发皆白 人身要是老了 他之前人老了 可就贬值了 去攻打两座大营 你打得了吗 我魏延魏文长啊 发扬这个尊老爱幼的精神 我替您打去吧 您留在家里头 过一过退休的生活 多好啊 黄忠把眼睛一瞪 魏延难道说 你看不上老夫吗 老将军呢 话不能这么讲 毕竟说英雄出于少年 邓贤领包都是好岁数 血气方刚 老将军您这把年纪了 如果打不过他们 岂不误了主公的大事啊 您的仪式英明 不也付诸东流了吗 我是一片好心 怎么说 看不起您呢 哎呀 黄忠可气坏了 苍梅倒树 虎目渊政 映然漂白 魏延啊 魏温长 你说黄忠老了 那你敢跟我比试无意吗 哎呀 老将军呢 既然你提出来了 咱们就在主公面前比上两趟 如果说老将军赢了我 那么您领一只人马去 如果说老将军赢不了我 对不起 就把这功劳让给小将温长 嗯 就怎么办了 黄忠腾腾腾迈大步 走出了中军宝杖 砍刀此好 老头是真急了 亲兵就把老将军这口 勾搂鼓跃 像鼻子大刀给扛来了 黄忠是插刀在手 这时候 庞统军师又顿一顿刘备衣服筋 主公 您赶紧出去阻止 这火候差不多了 刘备蹭一下 站起来了 老将军 窃心雷霆之怒 温长啊 你怎么能惹老将军生气呢 我已经传令 让老将军前往 你为何争功啊 这次我去西川 权仗着你们两人呢 二胡相争 必有一伤 勿了我进川大势 那还了得 既然你愿意前去攻打营寨 我跟军师商议商议 你们呢 也不必争 不必抢 一个人去打一座营寨 谁打赢了 就是偷工 黄忠可不乐意 明明两座寨都是我的嘛 老将军把脸望下一尘 把刀给放下了 卖不尽了保障 不攻啊 我已然请战了 两座营寨都是黄忠取得 这魏文长 怎么中间插了一杠子呢 庞同也站起来了 老将军千万不要生气 同位国家何必如此呢 您攻打一座营寨 文长攻打另一座营寨 我相信老将军一定是七开得胜 马到成功啊 咱们进西川可打的仗还多着呢 黄忠啊 终究年纪大一些 望下压了压寒气 看了魏延一眼 你我同去 看谁先得 刘备拿出两支令箭来 一支给黄忠让他去打灵包的大寨 一支给魏延让他去打邓贤的大寨 您记住了 黄忠打灵包 魏延打邓贤 俩人接过令箭出去点兵 庞同微微一笑竹工啊 我看这魏延魏文长他不老实 让他去打邓贤的大寨 他肯定啊 早早的出发拐个弯 去打灵包的大寨 他想一个人抢两份功劳 哎呀军师啊 如果这样的话 出了问题该怎么办呢 主公莫愁 如此这般这般 如此定能大获全胜 君臣两个可就定归好了 咱们再说黄忠 回到大寨之后 马上传令 四更造犯 五更骑兵 魏延派人打听明白了 他非常高兴 啊老黄忠 四更造犯 五更骑兵 不行 我呀 我得早一点 我二更造犯 三更骑兵 天亮的时候 就把邓贤大寨 我拿下来了 我就是偷工啊 军事传令是饱餐一顿 基本上连觉都没睡 这就出发了 他们走路是悄鸟悄鸟的 人贤眉 马去乱零 眼气息骨 粘溜溜的往前走 走着走着 魏延就琢磨了 哎呀和 我要是把邓贤的大寨 给拿下来 这不嫌我能那样 现在黄忠还没起被窝呢 我呀带兵拐个弯 先去把邻包的大寨给拿下来 然后再拐个弯 再去打邓贤的大寨 等黄忠出兵之后 就发现已经晚了 两座寨让我魏延全都给得完了 看他还有何说 魏延马上传令 我军人马改道 去打左边 邻包营寨 手下兵将拿闷啊 魏将军呢 不对卤子呀 咱们应该往右边打 去打邓贤去 你是将军 我是将军呢 为令者斩 改道往这边走 这边走 魏延指挥人马呀 问邻包这座大营可就来了 离这比较近了 魏延又传令 全军将士不许动 马的脚环给摘了 叼的树枝子给扔了 准备进兵了 书中代言 人家灵包的伏兵啊 早就看见他们了 因为灵包是严阵一带 大路小路都埋伏了探马 看得是清清楚楚 马上禀报灵包 这灵包一声号令 三声炮响啊 动动打 人马可就杀出来了 军中三声炮 遍地秀其谣 儿郎杀声喊 战将胆气豪 灵包胯下马掌中枪 高声的喊嚷 我军冲杀 这时候魏延纵马也到了 灵包抖枪就扎呀 魏延急忙招架 两个人杀在了一处 西蜀的兵将有准备 分成两路 一左一右往这边杀 而魏延的队伍呢 匆匆赶 起床太早了 这叫也没睡足 早已经是疲惫不堪 这人困马罚的怎么打仗 一下子就乱了套了 魏延一看不好 没法指挥了 哎呀赶紧跑吧 舍了灵包 驳马往回就跑 灵包高声的喊叫 魏延哪 你往哪里走 催马指挥兵将 往下就追 魏延的兵将 往回拜 拜出了四五里路 猛然间又是一声炮响 动他 裂开了五千人马 正当中一员大将 正是邓贤 嘿嘿 魏延哪 还不下马归降 更待何时 魏延也看坏了菜了 前边是邓贤 后边是灵包 哎呀和 我父辈受敌了 魏延有点着急啊 往前一揪这马僵声 可万万没想到 这匹马呀 黑骨隆隆就跑出来了 跑得太乏了 四条腿秃秃直打哆嗦 这回再一玩命一较劲 这马可就不行了 哭通一下 马是前提 哎 两条前腿跪到地上了 就这下子 魏延还好得了吗 哎呀一声 有打马脖子这啊 就翻下去了 汤朗朗大刀撒手 邓贤一看 这可是好机会 催马宁枪就过来了 魏延呢 你闭眼吧 说时迟那时快 人到马到声音到大枪 也就到了 魏延真就一闭眼睛 完了 真没想到 把命给丢到这儿了 就在这么个时候 就听见弓弦响亮 霸大哒 飞来一支冷箭呢 这箭射的怎么那么准呢 不偏不歪 正设在邓贤这心口上 邓贤呢 撒手扔枪 有打马上就翻下去了 魏延闭着眼睛呢 就听见惨叫一声 啊 魏延还琢磨呢 哦 大概其实把我给扎死了 我惨叫一声 我归了位了 不得意呀 我怎么没疼啊 我也没张嘴呀 这惨叫怎么出来的 睁开眼睛这么一看呢 哎呦 这才明白 感情这邓贤让剑给射翻了 是他惨叫不是我魏延呢 这怎么回事啊 这时候 灵包催马宁枪也到了 往前一催马 还想救这邓贤呢 有人高声的喊嚷 灵包 你家老将军在此 你拿命来 灵包赶紧搏马一看 是老将黄中 他急忙倒枪就渣呀 俩人杀在了一处 黄中是射一将敌一将 魏延欣说 哟 这回我算是活了 他把大刀找着 又拎起来了 一看那邓贤躺在地上 胸口扎着一支剑 手刨脚蹬 哎呀 你多痛苦啊 干脆我做点好事 让你痛快点 拿大刀过来了 噗 脑袋砍掉 哎 你看你多舒坦 手也不刨了 脚也不蹬了 看起来世界上 还是像我魏延这样的 好人多哟 魏文长又找着自己的马匹 拢四江任邓班安 上了坐骑 再一看黄中大刀上下翻飞 山坎批堕是真厉害呀 这灵包跟黄中 杀了二十几个回合 有点抵挡不住了 搏马忘回就败 黄中指挥兵将 往前冲杀呀 穿兵一下子乱了套了 老黄中是真勇啊 指挥人马一直杀到灵包大寨前头 灵包再想守可就守不住了 只好弃营逃跑 奔邓贤的大寨就去了 他还琢磨呢 邓贤已经死了 我呀 把他的右寨给守住 这也是不错的选择 可等灵包带着残兵败将 到在邓贤这座营寨 就听营中是三声炮响 灵包勒坐骑抬头观看 在大寨里头撞出了一只人马 灯球火把量子游松赵如白昼 人马是艳赤排开 掌器官高挑大旗 大旗底下一元大将 金盔金甲大红袍 跨下马掌中双骨剑 正是荒书刘备 左有刘峰又有官平 刘备高喊前面可是领包吗 你的营寨已经被我给拿下了 还不下马归降 更待何时 哎呦我的妈呀 领包可吓坏了 心说这刘备动作怎么这么快呀 怎么把邓贤的大寨都给拿下了 实际上刘备没有这么高明的妙算 这是军师庞同给出的主意 领包一跺脚啊 我的营寨被黄中给夺了 现在邓贤也死了他的营寨 又让刘备给占了 我呀我跑吧 他驳马望回就跑 不敢走大路 走山中小路 打算回归洛城 可走了十几里地 这道路我是越走越窄 领包不知道啊 这地儿啊还有埋伏呢 正是魏严 因为魏严打了败仗了 越琢磨他越来气呀 哎呀我舔着脸 跟黄中我争功 结果怎么样 人家立下特大的功劳 而且把我的命还给救了 我呢是光着定推磨 转圈现眼呢 怎么办呢 我得找机会呀 我得找找我的脸 带着残兵败将 在小路上就埋伏着 那意思敌兵要是来了 逮一个是一个 逮俩是俩 逮的是越多越好 回去好赎罪呀 可没想到 灵包骑着马 正从这过来 魏严一看 嘿 这可不错 赶紧 崩起半马锁 有俩兵足啊 呗 一拽这绳子 灵包倒了没了 哎呀妈呀 苦痛 有的马上掉下来了 这马都摔出一溜滚去 魏严高兴啊 带着兵足过来 妈肩头拢二臂 把这灵包给捆上了 吩咐一声走 压着灵包是回归大营 这时候刘备已然升作中军宝杖了 黄中来见刘备主公 我已经派人把灵包的大营给把守好了 前来拜见主公禀报军情 刘备非常高兴 老将军立下七弓一箭 暂且退下 黄中拱手当兄主公啊 魏严他抢我的功劳 而且不服从军令 理应当斩杀 嗯 我已经知道了 请老将军暂退一旁 黄中往旁边一退 刘备马上传令 让魏严进帐 不大一会儿 魏严把灵包推进了中军大帐 哎跪下跪下跪下 灵包哭通跪到这了 魏严倒在率案前头身师一礼 参见主公 魏严啊 你为什么不服从军令 主公啊 末将我已经知罪了 现在升擒灵包 请主公饶我 魏严啊 你抢夺黄老将军的功劳 要不是老将军把邓贤射死 你早已命丧九全 念你 活着灵包暂时 把你死罪免过 如若再犯是二罪归一 谢主公 魏严多里多梭退到一边 这时候刘备是满面带笑 来人哪 把灵将军榜绳解开 看九压惊 呀哈 榜绳给去掉了 灵包接过酒来 他看着刘备 他傻了 刘备乐乐呵呵的 灵将军 你已被魏严生擒 能否归降呢 也好祝我一臂之力 灵包这眼珠子 鸡咯咕噜直转呢 心声一记 呃 刘皇叔 我已经被秦 我严能归降呢 哭通 给刘备跪下了 刘备赶紧双手相掺 灵包站起来了 呃 刘皇叔啊 既然能够收留我 我跟刘归张刃 是生死之交 您把我放回去 我一定倒在落成 劝他们归降 把落成给您献出来 嗯 如此最好 如果能立下此功 将来你我同享 荣华富贵 来呀 把他盔甲马匹兵刃拿来 就这么着 把灵包给放走了 为言不明白呀 诸公啊 您怎么把他给放了 他不回来 那可怎么办呢 呵呵 文昌 我以仁义待人 他不会负我一片仁义之心的 卫言不敢说话了 可是老黄忠不敢 黄忠走到刘备面前 呃 主公 虽然卫言生擒领包 但是他抢我的功劳 如果不是我杀上前去 他早已命丧邓贤的枪下 刘备点了点头 卫言 老将军活命之恩 你还不上前答谢吗 卫言明白呀 要不是老将军一支箭呢 我早就玩完了 他赶紧过来 倒在黄忠进前 报万拱手 呃 卫文昌 给老将军赔罪 老黄忠一甩这胡子 哼 没搭理他 刘备看了卫言一眼 哦 卫言明白了 赶紧聊于踏尾 分两争群 跪倒在地 呃 卫言给老将军赔罪 谢老将军活命之恩 黄忠心里这才舒坦 呃 文昌 请起 呃 谢老将军 刘备心里头啊 也舒服了 这回取西川 就仗着你们俩呢 此一番言归于好 这比什么都强啊 咱们再说 灵包回到了洛城 见着刘归和张刃 先说把营寨丢了 可是灵包他说瞎话 我被他们给抓住了 但是我有能耐啊 我杀了十几个人 夺了一匹马 我就逃回来了 刘归是真着急啊 马上派一名中军官到在成都 离报刘彰 请刘彰发大兵到洛城镇守 刘彰听说怎么个查 啊 大将邓贤都死了 哎哟 可要我的命了 赶紧据文武 升堂一事 刘彰的大儿子 叫刘巡 呢 父亲 我愿带兵 镇守洛城 刘彰高兴啊 打仗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嘛 儿子要去 当爹的 当然是放心了 可是儿子到底有多大能耐 这刘彰就是再糊涂 他也知道 刘巡这能耐呀 不在二无眼以上 可也绝不在二无眼以下 正好是二无眼 儿啊 咱们一家人 不说两家话 你这个二无眼的毛病 到现在也没治好呢 你一个人前去 这不灵呢 得派人帮着你呀 刘巡还没说话呢 旁边有一人 挺身而出主攻啊 我愿陪公子前往 刘彰一瞧 说话的 正是自己孩子 他亲舅舅叫无义 嗯 好好啊 遵就帮刘巡 镇守洛城 这是挺不错 不过还需不需要 再派几元副将呢 无义就说了 我呀 宝举 无蓝 雷同 可以跟我同去 刘彰传令 调起两万大兵 让刘巡 无义带着 无蓝 雷同 还有十几元偏将 前去帮刘归 镇守洛城 书说简短 这就到了 兵将全都安置好 众人在洛城大堂上就开始议事 当然现在这军务大事就交给无义了 无义看看左右众位将军 兵临城下降至豪边 不知众位有何高见 可以打败刘备呢 灵包就说了 吴将军 咱们洛城靠近福江 福江水流可挺急呀 刘备的营寨扎在山脚下 地势非常的低 您给我五千人马 我带着敲稿去挖着福江水 等水冲下来 水火无情 就可以把刘备的人马给他淹死 无义也知道 洛城啊 福江啊 这地形适合用水工 他给灵包五千兵 准备好了 等大风阴雨天去挖这个福江水 等淹死刘备的兵将 让吴兰雷同再去打接应 就可以大获全胜了 那么水工刘备能否成功呢 咱们下文分解